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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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Sat 今天呢是一個旅行的vlog 然後我現在人在澳門 這次要來玩四天 那今天是做下午的班級來 然後飛一個多小時到的還蠻快的 因為我們這次是直接從台中飛 就覺得台中直接飛澳門 真的非常方便 今天呢沒有什麼特別的行程 晚上有訂一間我很想吃的火鍋 等一下會拍給你們看 那我們現在到飯店已經差不多晚上六點了 所以差不多休息一下 拿個東西換個輕便的包包 就要出去吃晚餐了 那這邊的賭場啊都是沒有辦法錄影的 就是你可能一靠近那邊 你要拿手機出來他們可能就會制止你 所以我可能會完全拍不到Casino的畫面 但是可能在很外圍我可以稍微就是拍一下 但是一靠近他們就都會有保全什麼的 好 那就這樣囉 來大家參觀一下房間 這裡是浴室 浴室還蠻美的我覺得 然後有浴缸 淋浴 然後兩個 這個洗手台 然後這邊是廁所 浴室還蠻舒服的我覺得 這邊就是房間 長這樣子 這次住永利皇宮是我第二次來住了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就是中規中矩然後很大啦 這邊就超大可以化妝什麼的 然後看出去是這樣子 OK 然後床的旁邊 有一個很大的鏡子 因為肚子實在太餓了 所以先吃一點剛剛在機場買到的牛肉麵 甜甜肚子等等就去吃晚餐囉 晚餐的火鍋是在澳門銀河裡面 這家火鍋非常的好吃 上次吃完之後我就念念不忘 所以這次就把它加到行程裡面啦 那現在畫面中在下的那個 這個蝦滑真的是世界無敵的好吃 如果你們有要去澳門玩的朋友 一定要記得 嘗嘗看這間火鍋 我非常推薦喔 飯店 超級浮誇的梳子 金色的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耶 哈囉大家早安 今天是在澳門的第二天 我先來趕快擦個口紅 我今天要擦的是 我最喜歡的空氣唇露 是154號 但這支擦起來就是深色的啊 會比較有點困難度 我必須要去拿一個鏡子 因為它深色的它會比較 我覺得比較不好塗一點 今天就想擦紅一點 因為昨天的口紅很 顏色很淡 我塗完之後 我通常 就會拿這樣 稍微抿掉一點 然後顏色也會比較 吃進去嘴唇一點的感覺 好 希望這幾天 你會認真分享一下 我擦的口紅 那今天是在澳門的第二天 因為昨天 到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 然後 我們昨天就check in完之後 就去吃晚餐之後呢 我們就是在 賭場裡面玩啊 賭博什麼的 那昨天算是沒有很晚睡吧 但我今天起床其實很痛苦 因為就是覺得 雖然房間還是蠻舒服 可是就有點睡不習慣 那今天呢 我們要去 我們住的這個地方 是離機場很近的 應該是 算是 澳門的 它不是本島飯 澳門它就是 應該算是分兩個地方吧 一個地方是 就是離機場很近 有一區 然後很多飯店啊 一些吃喝玩樂也在這邊 然後另外一區呢 要跨一個橋 但大概 也是15分鐘 20分鐘的距離 然後澳門塔 跟那個 大三八排房 就是在另一邊 那那個地方是比較遠 我們明天要去 今天主要還是在這個地區 因為 晚上要去看水舞間 就是一個 還蠻有名的 馬戲團秀那一類的吧 那今天的行程就是 要去 盪宅老街 盪宅嗎 那字到底要怎麼 盪宅 盪宅吧 盪宅 我不確定有沒有唸錯 如果唸錯就算了 因為可能剪不掉 好 今天呢就是要去盪宅老街 那邊 就是有一些 吃吃喝喝的 這樣去走一走晚 中午想去吃茶餐廳 就吃簡單一點的 去那邊拍拍照 走一走之後 應該就要直接去 準備去看秀了 那看完秀回來 今天晚上希望 我會有一點點 小小的逛街的行程 然後再繼續去讀 因為我昨天呢 戰績是小贏一點 但是呢我的 嗯 我的先生 就是他可能 昨天運氣不是太好 所以 他的手氣就不佳 所以昨天我們就很早回飯店休息 因為他覺得 怎麼賭都不太對 所以他就想說 今天再拼一下 這樣子 但在這邊呼籲一下 就是我們 來這邊賭博呢 還是 小賭遺情 並沒有說真的 就是很好賭啊 什麼的 這樣可以嗎 因為早在讀這個時候 他就在我旁邊 我壓力實在是蠻大的 好 所以呢 現在就是要出門了 那 相機我不會帶著 我會用手機拍一下 所以我就希望說 我只要回房間的話 就可以跟大家 來聊個天之類的 然後今天昨天 我覺得我的Room Tour的很隨興 因為我覺得 永利就是 怎麼講 他住起來 我很喜歡他 主要是因為他外面有一個籃車 我非常喜歡那籃車 我今天一定會達到 我會再拍籃車給你們看 我覺得那籃車非常的好玩 然後就覺得很酷 因為你就住這邊 然後就可以有免費籃車 可以搭 那房間裡面呢 就中規中矩 我覺得 空間很大 然後我最喜歡的地方 是他們的浴室 然後其他的地方 就一般版 他們就是 澳門飯店就是很大 但是裝潢呢 沒有說到特別的很精緻吧 這間 至少我覺得這間 就沒有到特別的精緻 我們差不多要出門了 那來看一下 今天 穿什麼好了 今天就是 穿 三隻小豬的上衣 然後因為過年 所以就覺得 紅色有點喜氣 然後配一條 就是 很舒服的 九分褲 這樣子 前往中午要吃飯的餐廳 那原本要吃的那間茶餐廳 沒有開 所以呢 當地人就推薦我們去這間 青州造季咖啡 那吃下來覺得 餐點也還蠻不錯的 吃完午餐了 現在在蕩仔老街逛逛 然後我現在穿這樣已經 快要熱死了 我現在就是 我以為澳門很冷 你知道我還在發熱衣來嗎 然後現在就是真的超熱 天氣非常好 好 離開蕩在老街之後 完全找不到計程車 所以就一直不停的走 不停的走 來到澳門第二天 腿就已經非常無敵的痠了 準備要來看水舞間啦 來買買爆米花跟可樂 等一下邊看秀邊吃囉 好 哈囉大家好 終於回到飯店休息了 現在大概是晚上7點 我們剛去看完水舞間 我覺得還蠻精彩的 就是 但它裡面都完全不能拍照啦 雖然就是在觀看的時候 還是非常多人一直在偷偷拍照 所以工作人員就一直自止 我覺得算是有指回票價吧 就還蠻精彩的 今天一整天就是 有去看秀那邊也有賭場 所以我去稍微看了一下別人玩 但自己就還沒有認真的玩 今天呢 希望運氣不錯 等一下就要到樓下的賭場 然後簡單吃個麵之類的 那不知道吃完會不會先去逛一下還是怎麼樣 但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想賭了 就今天一整天都還沒賭 覺得 渾身不對勁 對 所以就 是這樣子 好 好 那今天下午啊 就是去了 那個 那邊到底怎麼唸 我其實不知道在院裡 反正就是蕩仔老街之類的嘛 我跟你講今天真的是非常的 我覺得我今天臉應該是蠻臭的 因為 今天這邊真的非常非常的熱 然後我穿了這件衣服 裡面就是它有點微刷毛 所以今天天氣大概22、23度 就是那種根本就是夏天 然後我穿了一個冬裝出門 非常的可怕 結果沒有想到澳門會那麼熱耶 因為我明明就查氣溫 澳門好像大概18到20度 還覺得會非常冷 我居然還在發熱依賴澳門 結果今天就是下午出去 就是走來走去觀光客的行程 居然天氣那麼熱 覺得 非常 今天一整天的 算是敗筆就是在這吧 因為我真的覺得太熱了 好就抱怨完畢 因為來澳門其實 怎麼講啊 就是如果你是完全不能賭博 也不喜歡賭博 或是不會賭的話 來這邊可能 你就會覺得有點無聊吧 因為它的觀光區大概就是那幾個地方 所以 因為像我去年來了三次嘛 我今年第一次來 就是我覺得很好玩 是白天啊 我們還是可以去一些觀光景點走走 然後它東西也很好吃 那 晚上啊 就是你知道 補夜程可以一直賭博 我覺得 這非常非常的 重 就是非常非常的合我的意 但是再次放上兩句景語 就是未滿 它這邊好像是18歲嗎 還是21歲 才可以賭 而且它每次進那個Casino 它都會有一個保全人員 就是 它如果看你樣子很可疑或幹嘛 它就會說要看你的護照 像我老公昨天啊 就是我明明走在他前面喔 然後我就 沒事的經過了那個安檢門之後 就進去賭場了嘛 它居然 就是被那個人說要看他護照 它看起來像未滿18歲嘛 我真的 我不懂 終於是我沒有被看 它被看 然後我就覺得它應該是暗霜 之類的 因為它 它根本就不可能還沒18啊 然後 可能人家覺得它看起來很像 你知道 小屁孩 之類的 好 就這樣啦 欸 這樣後面好像有照到我 它這個 預設的燈光 真的還不錯 然後今天啊 就是 嗯 太陽非常的大 我覺得今天根本就是可以做底妝實測 我覺得 嗯 好像 我現在這樣看螢幕都不太準 因為有時候 撿到電腦裡面那個 膚況就會差很多 但我覺得今天 粉底還不錯欸 可是我這款粉底就是 我覺得它稍微會有一點點容易 移味嗎 還是幹嘛 因為我覺得它有點太保濕 但今天一整天這樣酷曬下來 我剛倒回來 就是錄影片之前 我才稍微用一下粉餅定妝 我今天一整天出去到現在 嗯 七個小時 完全都沒有補妝欸 我覺得粉底很棒 那我希望我明天會有時間 來錄一下可能 我的化妝包裡有什麼之類的吧 說不定如果我那個 就是影片有錄的比較 長 比較完整的話 我會再另外剪成一個 就是我出國化妝包裡面都帶什麼 代表就是我 真正都會有在使用的東西 我希望我明天 會有時間可以錄一下 就是如果今天沒有讀到台灣的話 好 出錢 我要回飯店睡覺了 掰 大家早安 今天是在澳门的第三天 那这次来澳门我有带电卷棒 也是GHD的 但是用起来呢 我觉得普普通通 没有非常的推荐 如果想要入手GHD的话 我还是比较推荐他们家的离子家哦 一样来看一下 今天穿什么 然后就要马上出门了 真的 简穿这样子 搭一件这种 八分裙还是七分裙 它上面是有一点 它上面是这种有螺纹的 然后这件也是之前在Club Monaco买的 我觉得很好看很舒服 然后它的材质穿起来不会很厚 但也不至于到很薄 那因为它这边就是基本上澳门这两天非常的热 所以穿这样应该还OK 因为今天可能不太会去户外太久了啦 我觉得 就这样 所以今天就穿这样 希望在赌场里面不会很冷 它头发刚卷完真的很好看耶 我自己觉得 就是 我连刘海这边都会 上一点卷度 那这样子 因为我都会这样扎耳后嘛 所以这样这脸会有一个 弯度这样子 好 反正基本上呢 我偷把双海淡出去之后 我就会砸起来 因为 再留长一点的话 我可能就比较不用塞耳后了这样子 今天的口红是用 欸 我好像已经收到包包 今天的口红是用我最爱的 Chanel的双头唇釉 这个影片呢 我一定会做出来 但是 就前阵子一直很偷懒嘛 但这个口红我会再特别录一集影片给它 那我今天是用 Chanel Rose吗 43号还是48号 晚一点再确认再补下镜头给你们看 好 那就要出门啰 拜拜 超热的 超热的 我们现在在 就是距离 大餐巴排房 大概200公尺的地方 现在真的超级热 我头发是不是好像比较不绝了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下手太重了 我觉得很好 反正现在就是 等一下要去 大餐巴那边看一下之后 我们就要去旧的永利皇宫 旧的永利饭店就对了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 要在那附近的一间餐厅吃饭 那现在就是 在等人到期 我们就要往大餐巴排房前进了 然后非常的热搜圆巾 都有一点整不开 妆好像 看似还不错 刚刚有稍微压了一下 鼻头的油 其他地方都还OK 但我没有在做主妝 只是想说 就随便讲一下 那我口红 那现在补个画面 等一下喔 口红是擦这支 就是我之前已经推荐过 但这个我会再做一个完整的影片 我先是擦这支 然后色号是43号 我觉得这支算是 嗯 算是 对我来说算日常 但是颜色又不会说很浅 因为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它很浅颜色的口红 那今天这支就是 完全不掉色 我出门到现在 然后我刚去吃了 晨光季烧辣饭 然后喝饮料 完整 就在这里 完全不会掉色 非常赞 非常非常推荐 这款 周回再录影片给你们分享 现在在澳门的大三八排榜 这是我来的第三次 然后人非常非常的多 看一下 摄影师看一下现场的人 超多人 超多人 然后我现在在澳门的大三八排榜 现在在澳门的大三八排榜 然后人非常非常的多 看一下 摄影师看一下现场的人 早安 今天是在澳门的第四天 抱歉 现在背景院有点大 然后现在呢 要准备退房了 然后今天是做晚上七点多的 班机回台中 所以等一下呢 还有一些时间 可能就 不知道要干嘛 等一下再说吧 不知道今天 会不会再去小毒一下这样子 好 那我现在要先 吃个东西 准备退房咯 最后一天的午餐 我们是在美食美高美里面吃的 我觉得澳门饭店里面的餐厅 真的都很好吃 而且非常方便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在台湾 哈啰 现在在澳门机场要回台湾 嗯 每次来澳门都觉得说 唉 为什么当初不来个七天 但你知道 在订房间的时候觉得 来澳门七天不会太荒谬嘛 所以这次还是只来四天 然后觉得时间过好快 现在呢 就是刚刚check in完 然后我们要来买个麦当劳 因为 我跟你讲 这边卖的那种超 超棒 就是他的麦当劳啊 居然 24小时都有卖那个 台湾的早餐 猪肉满福报 我给你看一下他们的menu 7号餐吗 猪柳蛋汉堡是不是 是不是 那就是台湾的猪肉满福报 3点 3点 外带 外带 这个是什么 呃 我来的手提袋 让我卖完了 我们现在设算这个 哈啰 现在在等登机 然后我来补一下我的唇膏好了 颜色基本上都掉了 那 好 有个人肉脚架 太赞了 补一下唇膏 是一副叫他们新出的唇膏 它底下新款就是有颜色把它标示在这边 会比较清楚 然后它打开啊 就是跟以前旧款的不一样 是它打开之后 好像不超过多少 它是可以再转回去的 我觉得这比以前的好很多 那现在基本上 就是没有颜色了 想一下 它的颜色啊 我觉得这支蛮漂亮 是4号吧 4号 然后这支是他们的广告 就是广告色就是这个 所以后来我就买这个 然后 他们家的唇膏就是 非常水润 然后颜色 我觉得还蛮清透的 但是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 呃 非常非常的不持久 就是基本上你 喝东西吃东西 一下就会全部掉 然后就是我新买的唇膏 好 然后现在在澳门机场要等登机 就要回台湾了 这次的log 应该就到这边了吧 然后希望这次的log 你们看没有开心 我们下次见 拜拜